佩尔急到 当日明明是夫人故意去掐的碧尔 茅材突然发了疯 扑向我们姨娘的 这件事 她却撇得干干净净 欧阳暖淡淡说道 佩尔姑娘 她是当家主母 自然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们姨娘 原来是老太太的亲人 自然是不同一般姨娘的 话音未落 佩尔已经面露恍然 欧阳暖望着她笑 李姨娘嘴唇微微发白 几缕鬓发散落在耳边 一双妙目中 唯有深深的惶恐 佩尔立刻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姨娘就是姨娘 永远也不能和夫人相提并论 一旦李月娥嫁给了欧阳志 那就永远低人一等 再也不能说是老太太的亲戚了 更不是府里的客人 只能算是半个主子 一旦碰上与夫人的纷争 无异于是以卵击食 姨娘还年轻 将来肯定会有孩子的 只是 欧阳暖笑而不语 李姨娘是何等聪明的人 欧阳暖还没说完 她就已经知道对方的意思 纵然再有孩子 没有足够的能力保护她 也不过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罢了 这个时候 如果她不振作起来 只会白白让王娇信 这样的女人捡走便宜 请王姨娘见来吧 李月娥擦干眼泪 理了理病发 身色间 又恢复了往日的淡定从容 轻声道 王娇信 穿着亮眼的水红色衣裳 一朵桃花一般的艳丽 她进了门 先给欧阳暖恭敬地行了个礼 回身看到李姨娘 她眼睛一红 落下泪来 李姨娘 我真的没有害你 彼儿早就走丢了 那天也才是刚找回来 我不可能蓄意安排了这件事啊 若是你不信 可以问我身边的人 也可以问问院子里的妈妈们 李姨娘让佩儿将她扶起来 微笑道 咱们都是相处久了的姐妹 我又怎会怀疑你呢 方娇信缓缓站起来道 姐姐相信我就好 我是真的没有害你 若我存心陷害 这叫我不得好死 欧阳暖微微笑道 王姨娘 既然李姨娘已经信了你 你又何必发这样的都市 这一切 不过是一场误会罢了 解开也就好了 欧阳暖走的时候 李姨娘和王姨娘 已经破天荒地坐到了一起 临时这次的计划 不仅仅仅是要谋夺李姨娘 临时此番作为 固然一时心头痛快 然而 却招来更多的仇怨 何用她在做什么 那些人 恨不得个个都上去踹她一脚才好 她这冷眼旁观就是 寿安堂 看见欧阳暖 张妈妈迎了上去 大小姐 您可来了 老太太一直等您呢 欧阳暖微笑道 我这就去见祖母 有劳张妈妈了 进去的时候 李氏正在念佛经 听说欧阳暖 刚从李姨娘的洪水院而来 她撵着手中的碧玉珠串 默默寻思片刻 黯然道 唉 只可怜了那个孩子了 先是周姨娘 一失两命地暴毙 接着 是李姨娘的流产 李氏连接失去两个孙子 心中当然十分痛苦 越是如此 她心中越是将李氏恨到极点 李姨娘虽然聪明 却看不清老太太的心思 只愿她不肯为自己孩子复仇 因此生出很多嫌隙 却不知道 李氏到底是欧阳家的长辈 便是要动手 也不会选在这样敏感的时刻 欧阳暖微微笑着 目光中露出惋惜道 祖母说得是 近日 咱们家中确实发生了许多事 让得祖母也不得安宁 李氏叹口气道 唉 月娥心中怪我不肯为她出头 对我派对我派对我派去的人都避而不见 暖儿她终究是不懂我呀 欧阳暖柔声道 孙女明白 您有您的难处 李姨娘只是因为丧子之痛 一时想不通罢了 祖母不要怪她 娘死的时候 李氏没有说一个字 欧阳志迎娶林宛如 李氏也没有反对 因为这些都没有触犯到她的利益 然而 林氏带了一个天煞孤星 又一而再 再而三伤害到欧阳家的子嗣 李氏就未必能忍耐了 这一点 欧阳暖很清楚 我听说 你那个娘 近日也在床上躺着 起不来了 李氏淡淡的目光 扫过欧阳暖平静的脸 壮若无意地问道 欧阳暖点点头 面露忧色道 听说是胎像不稳 具体什么原因 孙女就不清楚了 李氏冷笑一声 哼 拍相不稳 那就给她请个大夫 好好看看 得的是什么病 一个大夫查不出来 就请两个 两个大夫查不出来 就请三个 总不能全天下的大夫 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缘由吧 我倒是要看看 究竟她是真病了 还是故意装病 不来请安 她的声音不大 然而 羽翼中 却带着一种森森之意 字字字钉入所有人的耳朵 欧阳暖点头微笑道 是 还是祖母想得周大 李氏又接着问道 这些日子始多 是不是累着你了 林婉如失宠 李姨娘病倒 原本 说是由大小姐辅助管家一事 也就提上了日程 听暖阁一下子 门庭弱势 不时有人来找她秉试 说着说着 就会说到自己怎样能干 忠心上面去了 不外是为了在大小姐跟前留下好印象 以便得到更好的直思 李氏说这句话 就是担心自己从中更换她的人手 削弱了她的视力和耳目 李氏这个人 自私冷酷 她如今 宁愿相信一个远房侄女 也不愿信任自己的亲孙女 只是因为 她觉得李月娥没有旁的依靠 能够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心 多谢祖母关心 欧阳暖笑道 我毕竟是生手 虽然暂时管了事 却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所以 一直盼着李姨娘能早些好 刚去了洪蕊院 见姨娘身子已经好了许多 我想 过两日就可以将事情交还给她了 李氏听了 眼里露出满意的神情 口中却笑着摇头道 唉 你呀 就是不肯在这世上多留些心 将来 嫁了人可怎么好 欧阳暖淡淡一笑 那祖母 就将暖一辈子留在家中陪着您 也省得将来嫁出去 惹人嫌弃吗 李氏闻眼 脸上笑容更深 却半天不语 想了想 终于放下手中的佛珠 慢慢走到窗边 一盆怒放的勺药前 轻轻一眨眼的功夫 他已经折了一朵鲜艳的勺药在手 向着欧阳暖招手 欧阳暖微笑着走上前去 李氏将勺药轻轻沾在他如乌云般蓬松的发上 喊笑道 我的孙女 国色天香 将来要嫁的 自然不是凡夫俗子 这些个俗事 不学也罢 他目光微微一闪道 若是暖儿将来得到家序 可会忘了祖母